以前我以为的木纳美是这样的,纤维式的笔头,价格也比较贴近学生党,后来我才发现,它们光一个色系就这么多种,竟然还有荧光笔,还是双头的,颜色还有这么多,还有这种双头的软头笔,以及不同颜色和不同粗细的中性笔,先试试这个荧光笔,三盒里面这一盒的颜色最好看,它的颜色非常清新。 不会那么荧光也不会那么突兀,两个头,一头是荧光笔,另一头是和它颜色一样的中性笔,感觉现在的文具越来越多样了。 再来看看这支中性笔,平常练字我喜欢用0.7,但是日常书写就喜欢用0.5,它既有0.7又有0.5。 一支笔顶三支笔,好方便啊,而且0.7的这一头特别顺滑。 写作业时直接切换到期的那一头就行,还有这个双头的软头笔,应该是写英文brush用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